隨著畢業季到來 第一批來台公讀碩士班的大陸學生 也要畢業了 不少入資或是台資企業 都鎖定了這批入生來求財 今天就有一場就業交流會 吸引了二十多家的企業 與一百多位入生直接面試 西窗鼻挺 戰戰兢兢 二零一一年來台公讀碩士班的 第一批來台入生即將畢業 被不少入資台資企業 視為偵才對象 有民間機構十一號特別舉辦 就業交流會 安排二十多家台資入資企業 到場求財 與一百多位入生直接面試 希望藉由這次的入生交流會 了解說整個入生在台灣 學習的這個過程 能夠meet到整個企業體 放眼到全世界的訂單 我想這是最主要的 希望能找到熟悉 台灣與大陸的人才 這批來台求學入生 經過台灣文化的犀利 連台灣金控業也搶著藥 希望能安排到大陸舉點工作 投信 未來還有證券 這一屆入生他來台灣三四年 那在生活上或者文化上有一些熏陶 那我覺得他們非常有競爭力 非常有優勢 會有機會或希望去進台企之類的 由於三線六部政策 來台求學的入生無法在台工作 必須返回大陸求職 不過兩岸企業反而爭相求財 就算透過這批相對了解台灣的 大陸職場新鮮人爭取兩岸上機 UDN TV 羅正輝 台北報導 我們 upstairs的電腦